整个高雄的受灾范围其实是相当的广 所以安心祝福将在本周末星期六星期天 也就是8月3号4号的时候 再做大规模的启动 至少还有1500个家庭需要走访 所以今天在高雄敬思堂 许多人是西家带卷来做安心祝福礼的打包 因为呢这个祝福礼必须打包成像礼物一样 里面有各种的物资 还有一份上人的慰问性 亲自的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 要送进高雄地区受灾民众的手中 而在台南呢 今天志工一样是提着这一代代的安心祝福礼 走访的是重灾区盐水的岸内礼 志工今天是分成17条洞线 一整天下来也走访了好几百个家庭 脚上是踩在刚刚泥水过后的土地 手上挂着满满的安心祝福包 已经连续启动一个星期的震灾了 说不累是骗人的 但是呢只要一想到受灾民众心中的忐忑 就明白这一份祝福不可以迟到 祠祭有刚好来 因为那一天早上那边就都没了 两点的时候中午 你刚才有人去帮送祠祭的书面去帮书 刚才那边祠祭有送那书面来 即使送爱关怀行动不中断 祠祭人的迅速持缘 未受在相亲的内心注入暖流 你们的爱心 而且是你们的祝福 祠祠他们有感受到 因为这次的受灾物很多 而且很惨 这里有咽进来吗 有 这里有咽 咽到这里吗 志工亲切问候独居的张奶奶送上祝福 让她倍感窝心 用笑容代替受灾的心 祠祠要感到关心一下 好 这样不容易 好 这样不容易 而这份好意也并不是人人都接受 一代代物资提在手上走得汗流浃背 志工也出动推车随时送上物资不济 志工师姐他们都走好远 那手提就是提着我们想说 这个物资放在车上比较方便 他们来允许 有85位 那有17条动线 今天也是在盐水案内 明天一整天 再来就是8月5号延续到货币区 灾后复原还在进行 而慈禁之工们要和受灾乡亲转载一块 善的足迹还在持续扩大 大约新闻成品节登镜中台南报导 大约新闻